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0月3日的早上 我的Facebook正常回落 马几仙现在只有2599个朋友 欢迎大家找我,加回我 另外,马圈逆行社这个群组也会继续加入 另外,如果你想看我其他的群组 例如香港bloodstock和WeChat赛马群 在Facebook也可以找到 另外,亦有个网站是hongkongbloodstock.com 如果大家想知道我引入马匹的资料 往迹或任何更新的 都可以去hongkongbloodstock.com看看 用你的真身加入,不用那么闷,聊聊天 今早第一早试集1分31秒65 时间只是正常,看看他们试成如何 最高分78分的好经历 第一组黎地的1200米 起步的时候,中间黑衣时时有道 稍为慢一点 前面快红黑直尖衣,神舟好长 外面上来南走,金牌活力 马嵬中间现在进占第三,都很接近 君致盛粉红衣,红帽都开心宝宝 好,浪南位置浪日雪峰也走上来 最出红衣那只很劲力 貼蓝尾四超平凡,拍着后面那一对 最出佳英巨星,尾二位置时时有道 巴美那匹蓝衣,马上迎 浪日雪峰 神舟好长,他的扣女在第二位 分列三四位的位置,外面金牌活力 走到上来就超平凡 然后他后面就是开心宝宝 走出去就见到君致盛和好劲力 来南位置黑衣时时有道 巴美那队都是无论杰马房的 佳英巨星和马上迎 直路上最后300米 中档占先D,朗日雪峰 红黑直尖衣,猛骑神舟好长 外面金牌活力,沿着内档智利转了上来 就是超平凡 接近中点,超平凡,撒开大步就赢出这组大集 朗日雪峰第二,金牌活力第三 接着第四日,神舟好长 铁蓝位置开心宝宝粉蓝衣,佳英巨星 过中点走上去君致盛最出红衣好劲力 黑衣时时有道,全程居后马上赢 好了,比较早试集,时间都正常 可能因为地比较烂一点 首先讲讲朗日雪峰 找他排一档,中距离马,找他排一档 但其实他是一只,真的有那么好前触吗? 马会真的觉得他会快 但总之他试得真的不差 时间偏晚了 那个细小,我认为最终有点转弱 所以我会比较8.75 超平凡方面,这只马就是 Satonal Elidon,下线10标 可能因为这个下线10标 他试得很好 最终追上来,一松就立刻过了 所以我给9分碎,这只马要留意 开心宝宝,这只马跑三场赢两场 他达67分 如势不错的,但就好像没有之前那麽... 我给8点... 我算了,照给9分水准 时时有度8.75,好一点点 陈真浩翔在前面跟回来 8.75,我觉得这只马可以再好一点 坤智诚,8.5 我觉得这个评分不需要比得那么高 因为他预期少追 假认巨星未准备,这只62分 要给他时间 马上营,这只马在外地 他们叫Francis Maynell 是交沙地赢马 在外地只赢1千米 所以他少少走势 都算可以的 因为比较熟一点 比较熟一点的马 Bluepoint是偏向早熟的马 8.75,他可以再好一点 拉斯迷门 到拉斯100米左右 开始力水上转弱 金牌活力,Captalist的制度 我们叫做Sofirn Fund 初出凌晨两场之后 就不懂得赢马 表列赛也是很近 三班70分应该够跑 但是这些货集就 事得不严重 事得真的不严重 我会比 我还是比8.75 我觉得他 可以再好一点 可以再好一点 不好意思,马上营 不是,刚才我说错了 我以为我看错了,金牌实力 马上营 好劲力轻松上来 8.75 试得比较吸引 金牌活力 这只叫做 朗日雪峰 以及超平凡 三只马都试得非常吸引 特别留意下他们的进度 我在这里再说一次 我的评分是 由8.5到9.5 有没有回忆自己研究一下 因为这次应该是我 最后一次免费分享试集 看看第二组 第二组试集 时间1分15秒4 最高分66分 独步天下 十只马仕 这只马仕 继续试集 第二组 都是泥地的1200米 准备坐当的了 起步了 那么中档呢 有两只稍为慢点 那么太阳升 和落足心机呢 都是正俊慧马房的 那么看回前面先 内南卫智 走了出来先 就灌宝区 但是大外当那只紫衫白 就呢 中城寶寶要放的 中档走上来 黄衫蓝眼罩 闪耀威龙 出阶麻麻地 骑回上来 太阳升 中间红衫 就马里奥 最出那只落足心机 都走回上来 马林中间 看到呢 就黄衫碎碎有福 内南卫智 拖着灌宝区 中间一定点 都很抢口的 外面什么位置 独步天下 包美白衫红帽 就兼闯了 最后600米的时候 太阳升就在中档 以一个马位就领放 分列二三位的位置 闪耀威龙 和中城寶寶 三只带来了马群的了 第四位的位置 上去有福内南冠寶区 中间一定得到 外面马里奥 退些 陆足心机上些 后面那两只 分别是大外当 煙厂 和独步天下 最后300米了 前面三只 还是一字排开 正在斗 中间呢 中城寶寶出来先 铁蓝位置 闪耀威龙不多 就太阳升 跑到中间上些 一定得到 同马 碎碎有福 接近终点 中城寶寶 赢出了大集 闪耀威龙第二 一定得到第三 入面走上来冠寶区 外面黄衫 最碎有福 没断 有那么多转弱 太阳升 后面那四匹马 最出就肩厂 独步天下 红衫 退下来马里奥 巴座罗里奥 落足心机 我想特别说一件事 就是你看看这只太阳升 跑了六场 现在去到52分 就是PPG的评分 四岁马 跑了六场 我不管去哪个连马斯 都好 很多马主 现在都是想着省钱 就买一些便宜点的马 博一下 但其实你给多一点点钱 你可能在三班有马赢 可以赢上去 就不用减分下来 你首先没有了一个特别奖金 第一 第二 你以为一年养马费便宜 你猜一年 都八万 不如你给多五万 买一只能够半年内 可以有机会赢马的马 不过现在的公司也亂来 所以没什么所谓 时间方面也正常 贯保区 8.75 碎碎有福 如世不错 这只马进步了 这只Severbill 应该来地不太好 但竟然可以识追 所以给8.75 闪耀威郎在内南 顶着 顶到尾 我觉得它九分水准 太阳星 起步慢了 中段 拉斯散了 8.5 因为这些表现 一般的 小心点 马利奥在后面 8.5 没什么看 这只一定能够 其实之前试集 都已经好过了 已经见到它 但这些货集 真的试得特别好 我觉得 8.75 未够赢得 应该 可能下年更好 这只马草 来地也没问题 肩厂 虽然在外面 要骑 但我想给它最近期的水准 就是评分 因为它是做足够 而足够的 但1650 刚刚那场 明显气量不够 如果拍天祖千世 便可能够赢得 走势 也不差 所以给它8.75 下足心机还不够 不准评分 这是Proser 52分 独暴天霞 4岁 PPG 66分 如势不错 但评分上 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优势 可能要进步一点才可以 8.75 给它近期的水准 近期的水准 近期评分 中诚寶寶 9分水准 很轻松 但如势不算太多 它很早已经按住了 不过 如果只剩下千四的水准 千二千四 千四 我想它应该还有买赢的 好了 看完两组 看看第三组 第三组的时间 1分13秒3出 有点意外 好像说 威望丢掉了黄宝尼诺 只剩下10只马士 1分304 4 馬林中間尾四的位置是加州代表走上來尾三彈球開心 後面那對馬分別是大燈電和貼藍位置藍衣那隻卓越線風 開始轉彎的時候前面果然僥倖坐出一個新的跑法在前面放頭 帶來了三個馬位 第二位位置是碎碎有幅沿著內蘭走上來第三電子精彩中間計四無敵星 轉彎都不太順,加州代表中間進去就迎離寶馬內蘭位置彈球開心 前面又烈火進馬後面那對馬卓熱線風脫節巴尾大燈電 最後直路250米前面果然僥倖還有一個半馬位優勢 脫脫褲隔鏡動動先上來吹拆他就在電子精彩 截截有幅按住入面上來加州代表外面無敵星 接近終點一放就到尾果然僥倖 第二位電子精彩第三就加州代表第四節節有幅外面無敵星 中間跟著他們就是這隻彈球開心 後面紅三紅武烈火進馬內蘭位置就見到卓越善風最出大燈電 中間退的就盈利寶馬 這早集很多馬都不用給他評分的應該 時間方面1分11秒37 剛剛發給威哥好像是 1分11秒37 我猜不到這隻果然僥倖會放頭 坦白說 但其實我一直都覺得這隻馬不需要留後跑 而且見到它這部都開揚了 其實它的段速度不快 24秒4、23秒4、23秒半 中段是恰可 但見到它這部是開揚了 我給9分水準 下個星期應該跑長3,14米 不過我始終覺得這隻馬是跑谷槽1,6米 跑泥地1,6米 在血島不是那麼短的馬來的 應該是1400以上的 但是這隻馬好像沒有搞定過口 但明顯地見到它的步是開的 試得不錯 電子比9分水準 電子正在 這個評分 是好處的 American Fair 下線敗 StarCraft一定是泥地會厲害 8.75 不過加州代表在內蘭捐上來 是勉強給8.75 因為下班 跑5班 總之在5班 他可能會跑得好一點點 但其實不覺得很厲害 無敵星 鬆一下鬆一下 又不覺得很好 我給8.5 節節有幅 比較亂水 左片右片 力水未夠 8.5 但這隻馬 留意進度 這些PPG CAPITALS 泥地會厲害 加州代表給8.5 不好意思 真的給不到8.75 勉強給8.75 接著大登殿 在後面沒有東西看 預勢不錯 有狀態 基本 我給8.75 這隻反而 不要想著它很後回來 但起碼有些力 盈利寶馬不給評分 但9開心 8.5 果然固憾9分水準 翠葉善風不給評分 事實最好當然是果然固憾 頂到尾 而且 那些布是明顯開了 是開過之前的 歷史上是好很多的 好了 又看完一組 看看 最後一組 四隻馬 1050米 由我去召喚 我也知道一些東西 看看可不可以 和大家分享一下 兩隻PPG 一隻3歲PPG 未有評分 一隻是老窩 好 看看第四組 第四組 只有四隻馬 大番鼠 黃龍飛將 龍佑生大老窩 1分01秒65 只有一隻大老窩PP 馬房說 聽回來 覺得它很厲害 很肯走 但是 Super One 前折組馬 在外地贏過 果然固憾 那隻賢者無敵 當時 吹得很大 然後 傳給了很多香港馬主 叫價很高 現在看到它在前面領先 第二位 就是黃龍飛將 因為它是紅馬 第三位 現在貼爛 就是 那隻叫做 應該是大番鼠 包美 龍佑生兩歲馬 那隻是灰馬 前面看到黃龍飛將 在內蘭頂住 然後大老窩 是PP 是同一隻 激一激 那隻是大老窩 但是考完那場之後 就一般 看看現在來到香港 進度如何 第三位 看到大番鼠 包美 是龍佑生 全開了 前面 內蘭仍然頂住 黃龍飛將 然後第二位 大老窩 按住 那隻是PPG 只有800米 之後 黃龍飛上 黃龍飛在領先 大番鼠現在上來 就是大老窩 第三名 就是大老窩 鬆著鬆著回來 你是PP 71分 記住 包美就是龍佑生 好了 黃龍飛將 贏出這組試習時間 只是正常 那隻大番鼠第二名 追上來 第三名是大老窩 我跟一個 公司說了 這個種 早熟 沒有進步 還有 它一定頭800米 頭600米 跟你試400米 一定試得很好 但是當你要跑1000米 跑12米的時候 就需要考驗一下 泥地沒有問題 但是草地 我覺得 曲草可能比較適合 貫注力不足 它400米 600米 800米都可以 但是1000米 每次都要捱 我 暫時對它的評級都是這樣 可能真的很厲害 但是我暫時 暫時沒有觀望態度 黃龍飛 還有比8.75 這隻 泥地會很厲害的賣 SWISS ACE 下線敗 MODY & READY 大番鼠 MODY & READY 乖音 下線敗 MODY & READY 可能是有 remarkable 日後 那當然就賣不去啦,然後就拿來香港啦 現在拿來香港,聽到消息就說進度很好啦 但是我始終對於這隻馬的能力上就有點懷疑 所以為什麼我會在那場馬,那場不像是表列賽來的 我會特別留意了一隻二者無敵 就反而覺得這隻馬,咦? 純粹跑one dimensional,前置捱回來的 那看看我有沒有看錯啦 希望我錯啦,希望他能夠在香港有一番工業啦 看完了四組大集啦 而且今個星期五,現在已經星期五啦 我想我下個星期的試集,開始都會在recheck群裏做啦 多謝大家的支持啦 但是如果想繼續支持的,你留言給我沒用的 你留言講完之後,我都不會派免費飯啦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有好東西要免費派的 就這樣吧,拜拜!